知道这啥玩意不 头一只拍过一个这个段子 是因为快递到了 我没把它当回事 放一边了 突然坏了 但是我也拍了 没尝几个 这叫 吃这里面的小肉肉 这叫藤壶 我上次的确是忘了叫啥名了 有好多人跟着说 哎呀 你买了你不知道叫啥 那我没吃过 我当然不知道叫啥了 而且这东西没人这么难记 叫藤壶 这次我做工作了 做那个工作了 藤壶也叫狗爪螺 特别咸 贼咸 就是吃起来比较费劲 这一盘的七八十 就这点玩意七八十 我估计这玩意 可能是产量少 不好抓之类的 可能是不好抓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长哪 是长像螺儿一样长焦石 还是长哪 咱也不知道 就稀之类的 又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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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吃着太别劲了 真丑 这是长得最丑的海鲜了 长得有点像 你们看 这是像狗爪的似的 像个什么怪物的 锁似的 这还挺有意思 这是大前世界 无其不由 这人类也真有意思 啥玩意都能吃 长这么下银的玩意 他都敢吃 就是我们东北的海还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都是在南方的海里面 我买这个都是在广州那边 好像广东 哪块珠海 那边 广东 那么发回来的 就是我们东北这块什么 大连 就是大连 三东 这头地面 没有 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外地也厉害 我上次觉得没吃 里面还有黄 这吃这么个玩意 我们这次我们感觉没有是过了季了嘛 这好像是 好像是过季了 太满费劲了 哎呀妈 够我钱我都不想吃这玩意 你够找我钱我都不想吃这玩意 太费劲了 太费劲了 哎妈呀 那费个羊鸡 我操 不是啊 鲜是挺鲜的 真是太费劲了 不这样 一盘够爪子 哎妈呀 上回吧 拜拜